吴老师 你怎么来了 昨天晚上我看到佳人 两个佳人都在练缝合 我走的时候 那个小娇刚缝了这么一小段 我就是好奇 我就想看看她呢 到底能不能坚持下去 当时我就在想 但凡她能够坚持 不管是练成练不成 我都要请你把她收下 你这是要给她开绿灯 人家姑娘够争气 这回我可没有违背原则啊 就一个努力 就是你特招她过来的原因啊 是 但不是全部原因 小娇除了够争气会努力以外 她身上还有很多闪光点 只是你没有发现而已 以后你就是她的带叫了 就等着你慢慢去挖掘了 我怎么慢慢挖掘 她又不是宝藏 如果您现在就告诉我啊 她是您曾经犯下的错误 真的 我一定行 又没大没小 在医院里不要乱说话 好不好 这不是我乱说啊 每个人心知肚明啊 你看这俩人名字啊 一个谷佳人 一个娇佳人 像不像一个紫薇哥哥 一个还珠哥哥 不让你乱说 你还来劲了是不是啊 这种事儿 让两个姑娘听见了 怎么收拾啊 那要不这样吧 你再找一个叫紫昂的 那特证景从来不开玩笑那种 那我就可以下班了 让我再找一个 有你一个我就够够的了 你还要找一个